你愿意娶 五品官的庶女 为正方大娘子 我和你父亲 还丢不起这个人 母亲 从小到大 都是您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这一次 我求您就依我一死吧 下次春卫 我定会尽莽提名 为母亲和七国公府 争一回光彩的颜面 你小的时候 从来不曾让我们操过心 看看隔壁顾佳 那个孽障 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现在门第不起 这样吧 既然你如此喜欢 那就把它逃过来 做个偏方 做个贵妾 不成 这绝对不成 你父亲 笑着让了你好大一步 你还敢驳他 母亲 他 他怎么能给我做妾室呢 齐国公嫡子的妾室 你的圣六姑娘 倒是眼睛 长到额头脚上了 还看不上了 母亲 他们圣家 也是累世光患的 祖父得过烫花廊 父亲 在朝廷之上 是一股清流 素有哑望 更别提他们的嫡长子 一举重罢 她虽然是个庶女 可是从小 养在老太太身边 老太太 是永逸活的独女 这也算匹配得上了 母亲 我求你了 我就想要她一个 严重啊 你想要啊 苏芹 你帮我劝劝母亲吗 我若是能娶了她 我绝不会再拿第二个 我定会用心读书 只供仕途 光要门没的 前些日子 我接到了情体 说是 盛家大儿子 要和海家结亲 是 是海家 海家一门 武汉连 他们统一和盛家结亲 就是因为看中 盛家的前途不可限量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婚礼 一家子去道贺吧 母亲 那 您是同意了 多谢